看见一个刚刚发生全美都在转载的事情 原来一个便利店的华人老板受不了附近的黑人抢劫 开箱,结果被抓 大家好,我是顾尹琼博士 事情发生在2024年8月19日 帅哥老板在开要进黑人区的地方 开了一家小的便利店 买卖烟酒等黑人们喜欢的商品 但是副作用就是时不时就有当地的黑人上门又偷又抢 这一天居然有三个黑人一起上门 华人帅哥老板终于忍无可忍 愤怒开枪,击退了这些黑人 但是因为在没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 开枪,华人老板也被抓 我觉得很多华人老板为了在美国赚钱 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美国就像原始丛林社会 犯罪的成本太小 如果想富贵险中求 自然会遇见这种倒霉的事情 尤其是特别想发财的华人老板们 感谢观看